大雪下不停 南建度低 从纽泽西到纽约市中心 整个东岸都笼罩在风雪中 纽约市短短24小时 积雪超过15公分 中级公路瞬间成了大型停车场 路空交通大乱 多达2000架航班停飞 2022年第一场冬季风暴 来得又快又猛 主要是受炸弹气旋影响 东岸大部分城市学校和公务机关关闭一天 影响超过9000万人 纽泽西州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炸弹气旋的威力不容小觑